最近湖南的一个帮女郎节目播出了一个事情 让这个网上的朋友们都炸锅了 她这是什么事呢 说花了123万买了一个玩具车 只能看不能开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一个山东的女孩呢 她在长沙买了一个还二手的阿尔法 二手阿尔法也不便宜啊 也花了123万 所以第一个我就觉得花高价买这个二手车的人 这怎么想的 结果呢 她把这车要开到她的老家山东宁仪去上牌 结果开到山东宁仪以后呢 当地车管所发现这个车架号可能被篡改 有秀记 所以呢 这个女孩呢 又跑到这个河南 哎 你看 她从长沙 湖南长沙提了车 跑到山东宁仪上不了牌 结果跑到河南出了一个鉴定报告 哎 这个鉴定报告被这个商家认为是非常不专业的一个鉴定报告 因为车架号的第十位是不可能为数字零的啊 那他 他们争议焦点也在这个数上 但是后来说实际上车架号也不止不止一个数字有篡改啊 可能好几个数字啊什么的 而这就公说公有礼婆说婆有礼 这个商家是认定自己没有动过这个车架号 而这个山东宁仪的车管所呢 认定是有有动过 然后鉴定机构也出具报告说动过了 所以这女孩子就有恃无恐 直接跑到车商那儿呢 首先提出来要一百万的这个赔偿 现金要赔赔他 不仅退车 还要现金赔偿 商家当然是没有同意了 商家没同意了 他继而请律师说要提出退一赔三 这是法律会支持的 而这个进入了这个起诉这个阶段呢 那商法院自然冻结了厂商的 就是商家卖车商的五百万的现金 冻结了 那这个官司已经打了六个月了 现在呢 这女孩有点腐软呢 女孩说这样吧 我我只要退钱 就要退车 然后你把我这个鉴定费啊 律师费啊 所有这些费用你给我报销了 就完事了 这时候商家开始腰杆硬 商家说我不敢 这个听法律的 我们这个官司已经打到六个月了 这个马上就要出结果了 我们最后等这点时间不着急啊 反正法院怎么判 我们就怎么执行 所以这事呢 真的是一件很很搞的事情 你也不能说谁谁是坏人 这里面没有坏人啊 这里面就实际上就出出现在这个车管所的这么一个认定标准上 车管所假设他是被篡改的 结果又冒出一个那么不太地道的鉴定 不知道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鉴定机构 就还还出了一个不那么准确的鉴定报告 这下炸锅了 所以网上呢 有时候凭一个标题呢 很容易炸锅起来 但是这种正处于诉讼阶段的案子啊 我的建议是不应该拿到媒体下来曝光的 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